娘娘 我没事呀 你怎么了 方平眼圈湿润 回头瞧去 见莲花满脸关切 心中溢暖 不由自主露出个真心的笑容来 摇了摇头 我没事 方平又回头看了一眼皇帝 见她眼中的宠妮之色 心里一松 莲花见她神色好转 眨巴眨巴眼睛 神秘地说道 娘娘 你教的我学差不多了 回头再和你学些别的呀 方平心领神会 浅浅一笑 对莲花道 嗯 都一脸妹妹 闹剧结束后 小吉子连忙来到院门口询问小龙子 夏柳回来了没 手中可有烟窝 小一个 还没回来 小吉子冷吼一声 什么烟窝要取这么久 便是搬空御山房半个时辰 也够了吧 这个夏柳一定有问题 等其默默回来后 定要告诉她 此时偏殿里 皇帝正打算跟莲花算账 不想莲花却先卖几天来 万岁爷 你怎么回来了 我好想你呢 可不可呀 我给你倒茶 哦 真的想震 莲花连连点头 正欲倒茶 却发现茶壶有些凉 便朝外喊道 小吉子 进来泡壶热腾腾的茶 话音刚落 张庆就屁颠颠地小跑进来 脸主子 放着让奴才来 哎 是张总管呀 奶奶呢 皇帝挑了挑眉 压抑地看向莲花 后宫里发生的事 是瞒着她的 嬷嬷去了后宫那头 定然也是瞒着她 小坏蛋这么问张庆 莫非是发现了什么 皇帝留意到莲花 露出一个脚侠的表情 人意识到不对 而张庆接过水壶 便满面笑容地顺口接道 齐嬷嬷嬷 她还没 张庆会过意来 立马挺住了后半句 哎呦 我的囊腰 好想 差点说漏了嘴 莲主子这是炸咱家呢 千年的道行 差点破了宫 莲主子了不得啊 她还没起舞鞋 还是在房里没过来 奴才刚随万岁爷来 没瞧见她 还想找她来着 不然奴才去瞧瞧 莲花狐疑地看着张庆 无懈可击的表情 越看越不对劲 这倒不必 张庆稍稍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 要真去找了 等会还得回来禀报 那还得编点什么片脸主子 想想就罪过 不等她接茶 莲花又接着道 等一下我得空了 自己去找 张庆的心又提了起来 不自觉看向皇帝 皇帝连方咳嗽两声 仰装不耐 茶呢 小坏蛋机灵起来 真是不好糊弄了 如今都会讹人了 看来以后得叫她小狐狸了 奴才这就去泡茶 这就去 张庆心中有鬼 一阵小跑出去 溜得飞快 莲花注意到皇帝似是脸色不好 便抛下其嬷嬷的事 关切地问道 也很可慢 要不喝点蜜水先接解 皇帝摇了摇头 莲花只好接着问道 万岁爷 方才是谁招惹您了嘛 看到您不大高兴呢 皇帝喽哼一声 直勾勾地盯着莲花 见皇帝看着自己 莲花顿时头皮发麻 这眼神他可太熟悉了 迟疑地说道 难不成 是我惹的爷妈 你说呢 莲花顿时瞪大眼睛 无辜说道 我哪里惹到您了嘛 我对您好都来不及呢 天天就想着怎么对您好 怎么会招惹您不高兴 万岁爷 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 哼 这小坏蛋 现在嘴里说得那么甜 在外人面前时 说的什么 皇帝不由露出一个危险的笑 淡淡地说道 够糊弄万岁爷就得了 这话是谁说的 莲花一把捂着嘴巴 脱口而出 啊 爷您也听到了 莫不是您早就来了 臊了 我的心里话怎么那么多人听到了 完了完了 得赶紧找出路才是 莲花左瞧瞧又瞧瞧 想着从哪里跑最适合 皇帝见他这副八无量 忍不住笑了笑 说说 小糊弄阵什么 说得好重重有少 见跑无可跑 莲花干把巴傻笑起来 哎呀 没有嘛 我喜欢爷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糊弄爷呢 嗯 莲花发觉他的甜言蜜语 在这种时候 对万岁爷似乎已经不大管事了 哈哈 哎呀 万岁爷 小乖乖很乖的 你听到的不是那个意思呢 完蛋 别赶紧想个法子呀 要不是是帮贫娘娘那种姿态 莲花说干就干 摆书之前学来的姿势 眼泪汪汪的看着皇帝 还不等皇帝反应 莲花便垂下头念叨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四君不见君 供饮长江水 念完后眼巴巴的望向皇帝 似是想要认可一般 皇帝被他这副模样惹得一阵眼疼 这就是你学来糊弄阵的东西吧 莲花面色一僵 完了完了 这招对万岁爷不管用啊 还是得想办法跑路才是 想到这里 莲花收起姿势 站了起来 打着哈哈道 万岁爷 您渴了吧 这张总管也真是的 怎么泡个茶这么慢 我去催一催 说完也不等皇帝反应 便一阵小跑赶紧溜了出去 看着皇帝哑然失笑 而此时从苍蓝院离开的方平 心情格外不错 这一趟真是不须此行 连妹妹当尹为知己才是 主子 咱们此行是不是忘了些什么 方平笑容一顿 也想起来了 她随即毫不在意的一笑 那不重要了 方平本意是想来让莲花 分些皇帝的恩宠 但经过接触 她觉得莲花生性单纯 是值得真心结交的姐妹 毕竟在宫里戴了这么久的面具 连她自己都有些迷失了 惊喜见状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两人便朝着自己宫殿方向远去 而此时 夏柳提着东西 从一棵树后出现 确定方平两人没瞧见她后 不由地松了口气 然后脚步匆匆地往院门口走去 刚临近门口 就被闪现出来的小吉子两人吓了一跳 手里包裹也掉到了地上 哟 夏柳姐姐刚回 夏柳回过时 毫不客气质问道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要吓死人不成 不过与姐姐开个玩笑 吓着姐姐了 实在对不住 小吉哥说得对 夏柳依旧脸色难看 淡淡说道 往后莫要与我开这般玩笑 我销售不起 说着就要捡东西 小吉子却抢先一步拦住 是我们失礼在先 怎能让姐姐亲自捡呢 让我来 是我们失礼在先 怎能让姐姐亲自捡呢 让我来 说吧小吉子也不等夏柳回 便转身将包裹捡起 飞快地将里面东西检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异常 这才转播身笑嘻嘻说道 夏姐姐默契 都怪这呆子猛撞 惹闹夏姐姐了 我们赔布室 这是姐姐的东西 夏柳依旧接过包裹 嘴里不饶道 这里头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燕窝 是专门给脸主子用的 弄坏了你们怎单待得起 是是是 姐姐说得对 是我们奴莽了 只是姐姐怎么这么晚才会 夏柳心头一跳 回道 我去之时 御膳房总管不在 这极品的燕窝须的 御膳房总管身上的钥匙 才能拿 便等了等 哦 原来如此 这御膳房总管不守着御膳房 让姐姐等着搬酒 回头我便和张总管说一说 要教她好看 给姐姐出出气 夏柳立马回道 不必了 意识到自己反应有些不同 夏柳尴尬地笑了笑 也没等多久 后头我从御膳房出来 遇到了从前共事的姐妹 许久未见便多聊了几句 这才回来晚了 小吉子信以为真的点点头 夏柳健壮 顿时松了口气 吉公公还有没有事 若是不是 那我先回去了 小吉子好像刚反应过来一般 哎哟 和姐姐说得高兴 差些单的姐姐了 要不我们帮你提着这些东西 送你回 不用送 不用 又不中 不必劳烦你们 说吧夏柳便绕过两人 进了院中 等人影消失后 小吉子才皱起眉头问道 呆子 以你来看 这宫女出门前和方才有何不同 倒是有些不同 衣裳这些 有细微偏动 还有头上的发带束的位置 和仙前偏了几分 花朵比仙头斜了些 按照呆子标准 风将衣摆垂开了都算不同 那还说个屁啊 处处都是不同的 天殿内 逃跑的莲花最终 还是被皇帝抓了回来 午后 你跟方婷都在学些什么 提起这个 莲花顿时兴奋起来 学方婷用手捂着心口 腔调哀愁的道 爷啊 您看我像不像西子捧心 嗯 西子捧心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方婷就叫小飞婷这个 自己咒自己 得 往后不能再让这老狮子方婷再上门了 免得给小飞婷 灌输些不祥歪理 莲花不知皇帝心中所想 接着皱着小眉头 脸上一副愁的凝出水的模样 唯妙唯笑地学道 妾身心窝子疼 不若与您念手双双慢呀 皇帝知他好玩心情 眼睛盯着他胸口 似笑非笑 你心窝疼 朕怎么不知笑 莲花愣了愣 反应过来后脸煞事爆火 嘴里气呼呼说道 大坏蛋大坏蛋 哼 朕的男男不像西子 倒像那花丛间的小花妖 爷 小花妖 莲花觉得很兴起 而且她名字也是花 嗯 朕的小花妖 听这么一说 莲花嘴角翘起 欣然接受 那好吧 我往后就不办西子了 西子还是方平娘娘办合适 我办着太累了 皇帝笑着点头 你是男男 朕的小花妖 独一无二的男男 不必学他人 莲花顿时笑眯了眼 皇帝这话说得深得他心 哎 这些忧愁的事都不适合我 还是那些写吃时的示好 听着就像 想到这里 莲花便在心中盘算 自己根据诗词 做过哪些吃的 最后总结道 呀 吃的不难做 难的是怎么找吃的诗 张总管给找的那几大本诗集 我都翻遍了呢 实在不好找 有些地的菜 我倒是很想试试 只是地方食材与膳房 也不一定有 不好凑 皇帝闻言温和说道 那便不必照着诗做 你做些什么 朕都爱吃 按照小妃嫔一顿扇 一句诗的习惯 怕是前人流传下来的诗 再多 也不够她做的 莲花眉眼弯弯 忍不住夸道 万岁也真好 不过嘛 我可以找方嫔娘娘 在学些吃的诗来 她懂得多 要不往后 先不学别的诗了 先紧着吃的诗来 学到了又可以跟菜配着来 皇帝也急一抽 想起莲花那副作态 就有些野狼 跟那女人 能学出点什么好的 可别学到了 那副废物之举 得赶紧打消她的念头 大爷不必 真欢喜的是你这份心意 并非这些诗句 这样啊 不是配着诗来 也用善用得更香嘛 皇帝没心跳的跳 就说小飞瓶 那么爱社会的人 怎么能一直咬文嚼字 坚持那么久都不放心 原是被人误导了 皇帝顿时有些心疼 紧着问道 这是谁说的 莲花开始回忆起来 啊 这个嘛 我想想 是谁来着 嗯 好似是张总管说的 对 是张总管说的 皇帝挑眉 立即朝外喊道 张庆进来 殿外的张庆听到声音 屁颠颠的就跑了进来 万岁也 脸主子 有何吩咐 是你说的 配着诗用善 真吃得更香 张庆文言一论 摸不清这没头没脑的话 莲花见他想不起来 跟着补充道 张总管 是你说的呀 随时送善给万岁也后 说万岁也夸我试用的圣名 连善用着都香了几分 为此我还找你要了 几大本诗机呢 想起来了吗 又不我去把诗机 拿出你看看 张庆反应过来 试探性问道 回禀连主子 奴才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一事 连主子这是有什么吩咐 要奴才去拜 咱家是说过万岁也用善 比往常更香几分 这应该是高兴的事 咱的这模样倒是不像 莲花鼓起嘴 有些闷闷地说 吩咐道是没有的 只是我误会了 以为爷用善搭着 是此吃得更香呢 说着莲花叹了口气 自己又白忙活了 张庆在心中 遇了一遍事情的始末 这才反应过来 原是连主子想差了 哎呦 连主子 您可没有误会 收到您的诗 爷的确胃口很好 莲花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这时张庆瞄了一眼皇帝 心里咯噔一下 只见皇帝神色复杂地 看着莲花 这小妃嫔的脑回路 可真是 真用善香 是因为她用心 她居然能串到诗词上去 可又不能不认 不然这小丫头 不知得多难受 眼见莲花听了张庆的话 正期待地望着自己 皇帝直接边瞎话道 奶奶 朕今后用善 不可再看你写的诗了 否则恐怖心用善 莲花文言一愣 万岁爷怎么会呢 眼而易见 万岁爷是不想让莲主子写诗了 只是这话有些伤莲主子了吧 不像万岁爷作风啊 正如张庆所料 下一刻就听到皇帝深情地叹了口气 怪只怪朕定力不够 男男的美貌 朕已刻入了心底 一见到时 仿佛你就在朕眼前一般 朕光想看你了 怎还顾得上用膳 万岁爷英明啊 这一番话哪个女儿家受得两滑 就连咱家一个太监听着都感动不已 张庆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于是便偷偷溜了出去 而莲花听后却是陷入忧愁之中 那怎么办 您身边的读书人那么多 若您看不得诗 那岂不是误了您的正事 早知晓我就不那么做了 皇帝顿时猛地咳嗽起来 啊 爷您怎么了 是我不好 您别激动呢 顺顺气 什么叫弄巧成多 这便是了 堂堂一国之君 竟用这种路数 空骗小飞瓶 真是越来越有昏君前置了 啪啪啪 还是实话实说吧 于是皇帝平复一下 诚恳地道 朕喜欢你为朕念的诗 只是朕舍不得为难你 这本是你我义去之事 莫要成为负担 无论你写什么 与朕 朕都高兴开怀 朕在意的是你 而非这些诗词 你可明白 那我们又给爷造成困扰吗 皇帝温柔一笑 当然没有 只是若惹你烦忧 朕会心疼 这诗不写也罢 这善不用也罢 莲花脸上的笑容开始绽放 随后贼兮兮地问道 那也不用善不饿吗 皇帝嘴角含笑 摇了摇头 顽皮 朕的楠楠是最好的 唱歌跳舞 坐晒 样样都会 不差写诗这一样 往后不必写诗了 也不必和方平学诗 回写简单的话语便好 只要是你写的 朕看了便高兴 莲花翘着嘴角 嘴都得到耳根子去了 边笑边矜持地道 哎呀 爷 也没有会很多了 也就比旁人多会那么一些些 真现这样的还不大会呢 等我将宋宁的意上做 话说半截 莲花忽然反应过来 莲芒捂住嘴巴 皇帝也是一阵无语 这小妃嫔又一次露嘴了 都记不清第几次了 在她面前装不知 可真不是件意识 皇帝和莲花两人面面相去 互相瞅着对方 都在等着对方的反应 莲花心中大叫糟糕 该怎么办才好 说露嘴了呢 万岁爷会不会觉察到什么 皇帝脑中则非快思索起来 选择直接忽略宋衣裳那句话 眉头一皱责备得到 谁说南南不会真线 那宋镇的帕子是什么 说着将戴在身上的兰花帕子拿出来 嘴里开始夸赞 朕虽不懂真线活迹 可也知做出这样的帕子不容易 南南真线很好 不可望自菲薄 只是不做衣裳罢了 否则还不是手到擒来只是 莲花心虚地点点头 嗯 还好的 皇帝此时又接着道 南南若想做衣裳了 先给朕做一身可好 莲花笑着点了点头 我跟万岁爷真是心有灵犀 我正巧在蝶做衣裳 尔爷正好想要 真好 哈哈 皇帝见忠语故弄过去了 不由地松了口气 莲花这时想起皇帝方才说的 郑重答应道 我往后松善不写诗了 爷您专心用善 皇帝含笑点头 也不和方嫔娘娘学诗了 好在方才和方嫔娘娘约的是学别的 否则就说话不算数了呢 此时齐嬷嬷的屋内 小吉子正跟齐嬷嬷报下流的可疑之处 老生的确吩咐过他领燕窝 你是说 他带回的东西除了燕窝 就是一些小玩意儿 对 奴才巧遍了 袋子也摸了一遍 没什么发现 那他身上搜了没有 小吉子面露难色 这 奴才没什么把握 就觉得有些反常罢了 何况一来奴才没什么名头去搜 二来奴才也怕打草惊蛇 齐嬷嬷有些了然 冯吉的身份不够 这苍蓝愿意待天的领头的人了 否则老生若不在 其他奴才没人管得住 小吉子见嬷嬷久不说话 迟疑出声 嬷嬷 不打草惊蛇是对的 这些痴妹往两线了行 便没了危险 好过有心人再弄个隐藏得身的进来 那才是防不胜防 等黄一诚来请平安麦 你悄悄将燕雾带去给他看看有无问题 若有问题 将下柳拿下 莫要张扬 小吉子点头应下 至于这奴才的行囊 罢了 先暂且不缩 不管燕窝有没有问题 为以防万一 连主子入口之物 今后都有你们三人和胖鸭亲子张罗 不可假借他人之手 记住了 即日其老生也不会让这宫女轻易接近厨房和偏店 去吧 小吉子再度点点头 接着便退出了房间 此时一处闺房里 周长在一脸晦涩 看着地上跪着的宫女 是不是我对你太好 让你不将我这个主子放在眼里 敢欺瞒于我了 刘盈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嘴唇哆嗦的道 主子 奴 奴婢是用了些香膏 周长在眼神愈发冰冷 让你丢的那盒 刘盈紧张地点了点头 奴婢没有不听您的话 只是觉得这香膏可惜 一时起了贪念 便将香膏挖了出来 将盒子丢到了御花园里偏僻的井下 还请主子治罪 周长在脸色似是温和下来 轻轻叹了口气 你跟了我多年 是我最信任之人 这等小事何至于治罪 刘盈听后抬起头 眼中燃起一丝希望 莫要怪我对你如此严厉 此香膏是孙妹妹留下的心爱之物 而孙妹妹传言染了恶疾 宫里头忌讳此事 你今夜带我去丢了香膏的井前 将盒子找回 也算是对孙妹妹的最后一点念想 刘盈郑重点头 嗯 还好那盒子奴婢没有砸碎 是整个丢到井里的 奴婢到时绑着绳子下去寻一寻 并会将功赎罪的 主子放心 很好 先下去吧 刘盈起身应了声 便退出了房间 等人走后 周长再冷笑一声 眼中满含杀意 刘盈啊刘盈 可别怪主子 在这宫里头 蠢货是活不久的 傍晚时分 齐嬷嬷重新出现在莲花面前 与皇帝三人一道用膳 莲花总觉得嬷嬷有秘密 便试探问道 奶奶 您午后在干嘛呀 老奴一直歇着 老生这话也不算骗小闺女 那个时辰的确在休息 只是休息的地方 是华阴店而已 呃 奶奶往日和我午歇时辰 差不多的 今日午后我都醒了 也不见奶奶呢 这就不对 莲花自以为有破绽 紧着问道 奶奶往日不曾歇息这么久的 今日怎么 齐嬷嬷脸色变都未变 老神在在道 今日午善许事多用了些 腹中顶又出宫了一回 你邂逅恨久老奴才去歇歇 莲花觉得在里 却依旧不死心 展开第二次试探 奶奶 我和方平娘娘来了 您知晓吗 不过一无病呻吟的妃子罢了 有甚可见的 知晓她来了 老奴便干脆躲了蓝 奶奶 您不想知晓我和方平娘娘做什么吗 先投我出门回来 奶奶多少都会问一问的 这次不问 还是反常 齐嬷嬷嬷不动声色 淡淡说道 老奴还想晚些问问 不过连主子想现下说 那便说吧 莲花一阵雨烟 好似所有不对劲的地方都有了解释 于是莲花便不再多想 热气地炫耀道 奶奶 我和方平娘娘学了手生生慢呢 除了眼神 旁的学得可好了 要不要给您瞧瞧呀 皇帝差点被噎住 攥着全清了清嗓子 神色复杂地和齐嬷嬷对视一眼 齐嬷嬷立马懂了皇帝的意思 直接了当说道 还在用晒 等后头再说 莲花听后叹了口气 正想说些什么 却被皇帝无情打断 实不言 认真些用晒 见皇帝发话 莲花只得乖乖闭了嘴 京城一处院落门口 一辆马车缓缓停下 车上下来一位极其俊秀的书生 连万针见到此人 连忙赢了上去 大哥 你终于来了 娘不好了 大哥 你可回来了 娘不好了 什么 可有请大夫 请了 这么给娘看呢 大哥 赶紧跟我去看看 院落里 父亲连长和正焦躁不安的念叨 可如何是好 那大夫靠不靠谱 怎将妇人扎成了刺猬 可别扎坏了 妇人 妇人 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你 你可万万要挺住 南南还在等咱们 宝儿说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这时连目苏二人进了院中 爹 我回来了 娘如今情况如何 大夫正在里头医治 不过你放心 情况还未到最差那步 连目苏长舒一口气 不由地瞪了连万针一眼 刚才可被这小子吓得不轻 这时他想起不见三弟身影 便开口问道 小宝呢 小宝和马叔他们有事出去了 他也是为了找小妹 说是有眉目了 大哥放心 什么眉目 提起谁 连万针脸上露出笑来 喜气洋洋的和连目 解释了一遍连保给他们的说法 最后道 小妹如今跟着足书搬家了 只要找到足书就能找到小妹 小宝说快乐 让咱们别担心 连目苏听后心中失望 却没说什么 这恐怕是三弟拿来安慰他们 更是安慰娘的说法 娘为何此刻是昏着的 难道是娘病情加重了 连万针点点头 大哥 娘这病确实越来越重了 你离家之前 娘一餐还能吃半晚饭 可如今只能喝得下周了 那时是醒着的时候多 如今是睡着的时候多 日日看着昏昏沉沉的 大哥 晚安 连万针垂下头 无言再说 连长河不由地叹了口气 你们辛苦了 怀必其罪 若非爹当初 话还没说完 连目苏直接打断 爹 当初若是您将方子拿出 以郭家和贺家的豺狼作风 为咱们一家如今只怕已在地下 连长河长叹一口气 这些道理他又何尝不知 只是心中愧疚却不减半分 连目苏二人看着他们的父亲 互相对视一眼 忍下叹息 大哥 娘是被那老头 大夫弄昏的 那老大夫来了后 看到娘 就给娘点了几个穴道 跟娘说她太累了 让她好好睡一觉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说也奇怪 娘平日里睡着都拧着眉头的 听了那老大夫的话就没拧了 看着睡得很香 连目苏放心地点点头 看来那个大夫有点本事 我们再等等 又等了片刻 一个老头子才慢悠悠从屋内出来 三人连忙迎了上去 大夫不知那人如何了 黄神一旦旦回道 还死不了 众人神色顿时一松 不过也快了 苍蓝怨内 可能是母女连心 莲花大喊一声娘亲 从噩梦中惊醒 在天殿批阅奏折的皇帝 听闻动静匆匆赶来 男男怎么了 是做噩梦了 起来就好 莫怕莫怕 真在此 莲花望着皇帝 带着哭腔道 万岁爷 我梦见娘亲出事了 她好难受 皇帝走上前坐下 伸手握住莲花安慰道 不过是噩梦罢了 男男乖 民间不是有个说法 梦境与现实是反着来的 你娘现下 或许睡得安安稳稳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小飞兵心里藏着担忧 才会做这样的噩梦 她欺人的是 回头还得让胡淼淼 尽快想想办法才是 莲花泪眼婆苏地说道 真的吗 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嗯 是真的 小乖乖望了 这是你告诉真的 梦是相反的 还记不记得那回 你夜里做梦 梦到银子被老鼠叼走了 一大早找嬷嬷去查库房 银子 非但没丢 还多了一个大元宝 还记得吗 莲花眼泪顿时停止下滑 当然地想了想 好像有这回事呢 碎点了点头 记得的 那只大老鼠再也不叼银子来了 想起这事 莲花还有些遗憾 哎 要是能多做几次老鼠叼银子的梦就好了 这样的话 第二天就会多出好多金元宝来 这不就是了 梦是相反的 你娘非但不会有事的 反而可能遇到了好事 是吗 娘亲不会有事吗 皇帝肯定地点点头 不会有事的 南南长得这么有福气 岳母大人也不会唱 他定然不会有事 说不定知晓你做噩梦了 岳母大人反而睡不踏实了 莲花一听这话 彻底信了 给我起名那道和尚就说过 我很有福气的 只要我没事 娘就不会有事 那我要好好的呢 不让娘亲担心 也不让爹爹担心 不让大哥哥 二哥哥和三哥哥担心 皇帝微微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含笑调坦道 那这呢 当然也不让爷担心呀 还有也不让 秦嬷嬷和姐姐他们担心 皇帝笑着点了点头 岳威思索片刻后 柔声说道 南南想不想见见 你的祖书和祖审 点花问言眼睛一亮 像万岁爷 这可以吗 宫里有宫里的规矩 贸然安排一个男子到后宫 风险太大 若是被有心之人发现 对小飞瓶极为不利 想到这 皇帝点头说道 不过 祖书暂时还不方便安排 还得再找时机 祖审倒是可以先安排 先见见祖审 可好 严花已是很满足 眉眼弯弯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严家院落一间屋内 一个女人双眼紧闭地 泡在浴桶中 一边连掌和正焦急地喊着 妇人 妇人不要丢下我 然认 我不能没有你呀 了 醒醒 了 我是万针啊 您的儿子 剑苏然没有反应 连掌和对着外头大叫道 皇大夫 我妇人怎么还不醒 这奥玉得泡多久 我见妇人皮都泡皱了 万灵漫悠悠传来一个声音 还没到时候 你接着和你夫人说话 你夫人行不行 就看你和你的儿子说的话 能不能让她听进去了 爹 你别停啊 你离娘最近 喊的声音最大 最真最管事 别停啊 说着 连万针接着喊了起来 了 别睡了 醒醒啊 我是万针啊 您快醒醒吧 然认 然认醒醒 我是你的夫君啊 屋外的莲木听着这一声声叫唤 内心焦急如焚 他走过去 对着黄神医拱手道 还请神医指点 还有何办法才能让家母醒来 醒来的关键不在于老夫 而在于你们 你这年轻人 请神医指点一二 黄德泉不耐烦了 老夫看着你长着一副聪明的模样 咱们就听不懂话 你娘积劳成疾 又得了心病 身心俱损 都多久没真正睡过了 说到这点 黄德泉就生气 他干脆指着骂道 你们这几个大头鹅 看着关心 可他这样子你们一个两个都没发现 在康健的人不睡觉 都能耗到油锦灯窟 得亏老夫今日来了 否则过些日子任由衰败下去 也得死 只是老夫能治好他身上的病 却治不好他心里的病 莲木苏连连点头 他明白母亲的心病便是小妹莲花 可想起此事却又忍不住悲叹一声 要想让他醒来 就看你们能不能激起他对你们的一丝疼惜了 这世上最难治的人 便是一心求死的人 要么你们让他对人事重新牵挂起来 要么找到他的心药 解了这心结 否则 莲木苏追着问道 否则什么 哼 否则一睡不起 还能怎么样 起码他能睡一觉舒坦觉 死得也痛快点 此时 旁边的一位清冷女子开口道 黄神医 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 没想到 再见之时 已沧海桑田 恩人病重 可爱的小徒弟 不知在何方 当初美满的一家 如今日日愁云惨淡 女子名叫黎青叔 莲花的母亲曾有恩与她 没有 心病心病 什么叫心病 是外药能治的 你们是她最亲的人 都没本事找到她的心药 老夫是人不是神 别以为恭维老夫一具神医 老夫就无所不能了 谢谢您 请不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